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美国科幻电影时光骇客 电影讲述一个男孩拥有可以控制时间的装备之后拯救父亲 击破黑暗组织的故事 当然他也俘获了女神的心 他经常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 很少关心儿子吉普斯的成长 所以吉普斯和父亲难免有些生疏 这天父亲收到了自己学生比恩的一个快递 里面有一块手表 比恩被黑暗组织抓去研究可以控制时间的设备 比恩成功研究了一块可以控制时间的手表 但是副作用是会使使用者快速衰老 而比恩就因为过多次的尝试衰老了 所以他私下将手表寄给了自己的老师 也就是吉普斯的父亲 希望他能改善这块手表的副作用 但是因为父亲着急出差 就先将手表放在了家里 而吉普斯无意中发现了这块手表 觉得挺好看的就拿走了 而黑暗组织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生气 派出手下去追寻这块表的踪迹 吉普斯在学校一直追求自己的女神西斯卡 这天西斯卡邀请吉普斯去自己家帮自己打扫卫生 吉普斯非常开心 两人在房间里打闹着 吉普斯无意中触发了手表的技能 这块手表能够控制分子缓慢移动 所以相当于暂停时间 他吉普斯兴奋极了 带着西斯卡在街头用暂停时间的技能捉弄路人 还帮自己的朋友赢得了比赛 西斯卡似乎玩得非常开心 于是接受了吉普斯的表白 但是吉普斯回家后 发现一帮人在自己家翻箱倒柜的寻找东西 他赶紧逃走 碰上了开车来找他的比恩 比恩要求吉普斯归还手表 但是吉普斯怎么可能同意给他 两人在争抢中翻车了 车冲出了一座大桥 两人双双落水 吉普斯醒来的时候在医院里 而黑暗组织的头脑得知吉普斯住院后 就派人抓走吉普斯 而吉普斯的手表因为进水坏了 还好吉普斯聪明 伪装成警察逃了出来 他先是找到了西斯卡 告诉西斯卡所有的事情 西斯卡也选择和吉普斯共进队 之后给父亲打了电话 告知所有的事情 没想到父亲接完电话之后 就被黑暗组织抓走了 黑暗组织要求父亲 接替比恩的工作 消除手表的副作用 而吉普斯和西斯卡来到父亲的酒店时 发现父亲被抓走了 于是找到了比恩 希望他修好手表 并且和自己一起去拯救父亲 比恩同意了 他修好手表之后 三连拿着可以将人冷冻的夜花蛋 来到了黑暗组织的基地 但是比恩因为害怕 林林林逃脱了 无奈吉普斯和西斯卡两人独闯基地 一番打斗后 两人也双双被抓 吉普斯决定放手一搏 他启动了手表 没想到在基地的超时空环境下 再加上控制时间的能力 他竟然可以无障碍穿越各种物体 于是吉普斯和父亲 里应外合炸毁了黑暗基地 黑暗组织首领 眼看着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 他拿着激光枪 想和吉普斯等人做最后一搏 也就在关键时刻 比恩想通了重回基地 用夜花蛋定住了黑暗首领 这场灾难过去了 吉普斯和父亲的关系也融洽了 西斯卡也是更亲密了 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看完这部电影 如果你拥有控制时间的能力 你想要做什么呢 这部科幻影片也算是走了老套路 但是情节还是缓缓相口 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 值得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